圣旨道 臣皆知 听闻其商之女莫桑桑温柔良德 故特封为美人 不日入宫半价 臣女皆知 好了 小姐你终于熬出头了 第一见到莫桑 我就知道她以后会不得了的 她日进了宫 可要与我们家前之间互相照应 哪里 莫桑怎么能与皇后娘娘相比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美人而已 阴晴果然一直都看我不顺眼 我还没有走到宫里 就让她母亲过来敲打我 对啊 没想到已经没落的其商王府 一年内有这么大的变化 多亏有莫桑和刘畅这双好儿女 莫桑刘畅都不是我亲生的 我对他们再好也是白大 这就是两头未不熟的白眼狼 这火烧的差不多了 赵氏这个人喜欢妒忌人 他一定会有所行动的 这王府早就没落了 夫人大可不必亲自跑来一趟 谁让皇上喜欢她 这个妖女让皇上和太后不和 以后一定会受到报应的 小姐不用担心 皇上一定会给你撑腰的 那些牛鬼蛇神伤害不了你的 我已经满足了 皇上也有太多的无奈 宫里还有身太妃 我的日子过得一定比在王府好 请母亲责罚 是女儿是言 大胆丫鬟吃里扒外 拖出去乱棍打死 王妃 莫桑有什么不对 您只管指出来 这跟雪柳没有关系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都做了什么 宇灵本应该为皇妃 都是你挡了她的路 赵氏是想把我杀了 她没有这个胆子 是谁在她背后帮她出主意 冯嬷嬷 快救我 我娘家有事 金哥向姑娘告个假 嬷嬷只管收着 这是我的一片心意 这怎么行 毕竟姑娘手头也不宽松 我一直没有好好感谢您 您一直帮我这么多 我真傻 哪里来的侄子 他们只是早就知道了 我现在是一个弃子 谁叫你偏偏得罪了太后 将军夫人可是告诉我们了 只要你死了 我家雨灵就能进宫了 这对母女真愚蠢 就算我死了雨灵替我进宫 皇上会放过她吗 这可是太后的意志 你敢违抗吗 放开我 我自己喝 快起来 别睡懒觉了 我们今天可是要去洛阳的 今天 洛阳 我这是回到了一年之前 那个东汉张帝早逝 新帝年幼 陆太后代其执政的时候 这时候都发生了什么 对了 事情转折都是因为那个圣旨 我跟雨灵被封为翁主 因为抢着看 圣旨被撕碎 我盲目听了继母的话 讲圣旨不好 没想到给我带来了麻烦 既然重生 这辈子我一定将伤害我的人 都打入了地狱 父亲也只疼爱一母妹妹 跟我相依为伴的哥哥 前世也被刺杀 死得不明不白 这一时我一定不会再让此事发生 大人 有两位老人想跟我们通行 请大人下令 我们队伍中多数为女眷 这样不太合适 哥哥 不可 大家出门在外应该互相扶持 请他们到我们的队伍中吧 多谢公子 客气了 为什么让那低贱的平民跟着我们 我们不过也是皇帝的旁治 在那些贵族的眼里我们跟他们一样 这一路上一直忙着赶路 让我特别不舒服 这又来了几个贱民 真爱我的眼 你是不是故意跟我作对 是不是觉得我跟娘对你不好 这次出来 你就是为了联合你的哥哥 故意等我的 我就是故意的 你能拿我怎么办 前一世我处处忍让 结婚呢 没有什么用 以前像个小白兔一样 今天怎么变得不一样了 我知道了 原来她一直都是 在父亲母亲面前装好人 雨玲小姐等一下 二小姐太娇气了 这怎么能跟俯上比 小姐你怎么不解释 让二小姐误会你 我就是让她误会我 我就是为了出着口气 怎么感觉大小姐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看姑娘在摇头 是我吓得有问题吗 难道姑娘也懂围棋 家中的女先生曾经教过小女几日 那这棋局你怎么看 如果小女说的不对 还请先生不要怪罪 我看这棋局是先生输了 连这小姑娘都看出来了 你要认输吗 还要继续下吗 不 已经输了三局了 要不然让小姑娘来 怎么样小姑娘 不会是嫌弃我们吧 那就请先生多多指教 不知你的棋意如何 可否要让几子 我们虽然第一次想 但先生不必让子 刚才小女观棋 以致先生棋意非凡 如果可以请让我先行黑子 看来你这女娃棋意了得 这个女娃年龄虽小 但棋路如此稳健 小姐 奇影犯了 这次是又赢了几目 没赢 输了 怎么可能 全梁州也没有人能下过小姐 怎么不会 我又没跟全梁州人下棋 小姐既然输了 怎么还如此开心 当然开心 毕竟你家小姐很少遇到对手 小姐你现在说话 我真是越来越听不懂 晚会我会跟你解释的 你去找哥哥 让他确认一下那两位老者的身份 说不定 我们碰到的可不是一般的人 他们可是从益州过来的 那里可是当时流放了好几个重臣 你是说 新帝登基 大赦天下 让他们回来了 不过就算是被流放过来的 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不 我已经知道他们是谁了 太子的太师 太父 太保中的其中两位 不过 说起来应该是非太子 也就是现在我们口中的清和王 你怎么如此清楚朝中的事 难道是父亲告诉了你 父亲怎么会给我说这些 我现在可是翁主 这都是我打听过来的 那臣这里给用翁主请安了 他们既然不表明自己的身份 我们也不用揭穿 知道了 可是即使知道他们是谁又能怎么样 我推测 他们可能是要再被重用 这不可能 毕竟他们可是废太子的人 我总觉得太后做事不是我们能想到的 就像这次下的圣旨 不管是不是 我们善待他们总是不错的 我知道你这么操心都是为了我这个当个的 不全是 我也是图了以后能找个好婆家 你这丫头这话说出来自己都不知道害羞 我要冷静 不能生气 他们根本就是故意的 二小姐一定要沉住起 别忘了王妃的叮嘱 今天天气真不错 去告诉哥哥 晚上可能会下大雨 你的女娃真是不得了 天下你都懂 老先生好 我们只过不是糟老头子 不值得县主行如此大礼 咱们国家以孝之国 小女为县主 当然要听君主的话 不知道县主指的是天子还是太后 既然大家想法不一样 我们这就告辞 带领车队的是我的哥哥 老先生们为什么要过来向我告辞呢 听说每天因为车中有女眷 不方便收留我们让我们同行 是因为县主 我们最终被留了下来 这说明真正收留我们的人是县主 所以我们应该过来跟县主告辞 两位老先生 这次是要到哪里去 我们是要去洛阳的 我们本来就是土生土长的洛阳人 所以一定要回去的 我们的目的地也是洛阳 看来我和你们的目的地都是一样的 所以看起来我们是一条路上的人 老先生觉得不是是因为我打听你们的身份 你们觉得我有什么企图吗 不知道老先生是什么人 我们一同赶路 为了我们的安全 我们当然要打探一番 老先生想必也听说了一点条路上有匪徒 我们就是害怕这个 完全是强资夺理 胡说八道 而且老先生们知道我已经是县主了 那我图你们的什么 请两位老先生就不要跟我计较那么多了 县主 你也不要想太多 我师兄的脾气就是有点怪 是小女的错 是我顶撞了老先生 如果你们想走 我也不能一直强制挽留 但是这条路上有匪徒 还是希望你们好好考虑 果然和聪明人说话是真的很累 如果都是那种像雨林那种傻白甜 我的日子都好过得多了 小姐 如果他们真是废太子的人 那我们还是跟他们保持距离吧 万一太后知道了 怪罪我们怎么办 没关系 我知道该怎么做 这两个人对我来说可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可以把我的命运改变的 那两位老先生已经走了 他们还托我向你道谢 这是害怕的 连过来见我一面都不敢 你到底做了什么让他们这么怕你 我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说了几句话 不过你猜对了 他们说他们确实是那个身份 他们确实是因为心底登基 被设回洛阳 而三个人中的第三个人 在流放路上生病死了 洛阳还真是个一点都不太平的地方 快看 那个女生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 怎么看起来这么好看 他们是在夸我 不行 我要保持淡定 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我是翁主 你给我 怎么 你可是要在这大街上人这么多的地方 冲我发脾气吗 你可要千万忍住 不然可丢了弗里的脸 大家都看着 你就好好做那个好的代表 长脸的县主好了 我就来当那个没看过世面 上不了台面的县主 二小姐真是完全说不过大小姐 不过大小姐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 既然重来一次 我再也不要像以前那样 小心翼翼 不敢得罪人 什么都不敢说 你在进城之前不是一直只愿意 在自己的马车待着 怎么现在你要过来 我就来 我想来就来 怎么 不可以吗 不 当然可以来 我真讨厌你现在这种样子 真让人恶心 在宫里我要看好他 我们现在是一个队伍的 如果他犯错了 我也要跟他一起受罚的 两位县主来得真不是时候 自从先帝去了 太后心里特别难过 天天吃不下饭 睡不好觉 如今刚刚才睡下来 太后已经做好了安排 他已经为两位安排好了住处 既然这样我们不敢上前打扰 也麻烦姐姐等太后娘娘醒来 帮忙禀告一番 这是肯定的 我不要在这里待了 我已经在这里十天了 太后也没派人过来传找我们 我看她可能已经早都把我们忘记了 前天太后已经召见过了哥哥 我也听说了 太后应该很喜欢你哥哥 说不定你以后都可以飞上枝头 变凤凰了 你闭嘴 你疯了拍桌子做什么 上一世都有这样的话传出去 他们说太后非常欣赏哥哥 结果导致有很多人 把哥哥当作眼中兵 当时我还傻乎乎的 为哥哥感到高兴 现在想一想 这可能就是导致哥哥被杀的原因 我需要怎么做 还能帮哥哥度过这个节奋 被大小姐请安 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这是二小姐让御膳房黑座的燕窝 什么 你这做奴婢的不知道劝的点吗 我提醒过二小姐了 也劝她了 可是她不听 你确定你真的是劝过二小姐了吗 奴婢奴婢美人 你先站起来跟我来燕窝 先让薛刘拿的 你不知道吗 现在是丧国期 这么关键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让她吃燕窝 太后宫里长势的女官说 让两位县主想吃什么 只管给御膳房里报 我知道这不符合规矩 可是二小姐的性格 我也拦不住 她想你还跟着她胡闹 她真的是这么说这么做 是这两个孩子中的哪一个 是奴婢无能虽然知道 两位县主的性格怎么样 可是奴婢不能确定 到底是谁他们的嘴狠眼 谨慎点是对的 不急 我们还有时间 警告太后娘娘 小县主听说太后您忧思过重 特派人送来燕窝给您不用 是时候该让他们过来 吓坏我了 没想到太后娘娘看起来这么年轻 脾气还特别的好 二小姐说的对 是的 是是是 你就只会在这里说事 刚刚太后在这里的时候 你也是这样 你真丢王府 丢我的脸 二小姐的心思谁都能看出来 小姐 你真的不上前阻止吗 心底还未娶妻 太后娘娘却一直 让我们住在这里 所有人都认为 太后之所以这样做 是想让我们进宫做妃子 难道小姐觉得不是吗 太后的心思不是我们能左右的 万一二小姐当上了妃子 那大小姐以后见到她 岂不是还要向她行礼 以前二小姐在府里都喜欢欺负人 如果真的当妃子了 不知道还会变成什么样 你现在怎么这么容易激 我这不是在为小姐担心 小姐想没想过 以后要嫁给怎么样的人 谁都行 就是不可以入宫为妃的 小姐到时间了 该起床 先去叫二小姐 她一向喜欢晚起 今天可是要去见太后的 不能迟到了 小姐 二小姐不知道去哪里了 找不到人 怎么回事 什么叫不见了 奴婢刚刚叫二小姐起床 可是没人说话 我打开房门 发现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 二小姐前几日闹着要回王府 不会是偷偷走了吧 冷静一下 你想想进去的时候 涂盖有没没有整理过 她的东西还在吗 我不知道 没有注意到 我马上去看看 不用去了 我知道该去哪里找她了 我们去哪里找 她是在去皇后的路上努力着 真是个猪队友 如果洗刷再赶去 已经来不及了 雪柳 你赶紧去太后那里 最后碰到他们 你看到太后宫里的姑姑 就说我突然不舒服 不能去向太后问安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 二小姐应该很早就起来 是想赶去献殷勤 二小姐 这次有点过分了 连奴婢都觉得 这样对王府的声誉不好 这个道理连你都知道 她怎么就不明白 姐姐 我有一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 姐姐这是怎么了 我听雪柳说她病了 我以为她是在装的 没想到是真的 这货是真纯 姐姐 我今天去见太后 你猜我看到了谁 看见谁都跟我没关系 你看到了谁 我看到了那两个老头 就是在洛阳我们碰到的那两个 原来他们的身份这么厉害 还有 你知道吗 那个废太子居然是清河王 原来是这样啊 对啊 你不知道 原来太后让他们回来 是想让他们重新当官 没想到那两个老头 竟然不愿意 你该不会做了什么吧 对 我主动给太后说 我去帮忙劝他们 姐姐 一会我们去找他们 一起劝他们吧 咱们王府对他有恩 你去说 他们一定会答应你的 我拒绝 我不会去的 谁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去劝了 结果功劳是他的 我吃力不讨好 不过如果是以前的我 肯定会答应他的 你以为真的有什么容易吗 我们只是收留了他 那算什么 你以为这样他都会答应吗 他们的脾气很不好 算了 就算你不去帮忙 我也可以一个人做到的 小姐 你慢点 不要踩空了 你真的让二小姐去劝他们 让他去吧 拦不住的 我还真想把他的腿打断 不过真没想到 那两位老先生不是一般的人 小姐 你把他们给得罪了 该怎么办 别说了 我也后悔了 如果当时我说话好听点 现在这个事也不难了 小姐 以后你千万不要再冲动了 听说有才能的人都特别的傲 不喜欢被巴结奉承 我知道了 小姐 你是不是是故意那样做的 为了能够引起 那两位老先生的注意 你确实有点高看你的小姐我了 我当时真的很生气 所以说话有点冲 二小姐垂头丧气的回来了 看情况那件事应该没成 那是时候我们出发了 先生请县主面谈 县主到来 老朽有事远迎 我知道这几天来 老先生这里的人有很多 我算不了什么的 那位老先生出去了吗 对 他在这里待的比较烦闷 想出去走走 不知道县主今天到来 是为了什么事 也没事 只是因为感觉无所事事 想过来找两位老先生 一起下下棋 先生能不能让我两个子 我可是知道你的实力的 让你我不就输了 老先生已经赢了那么多次 让我赢一次不可以吗 好 好 好 那就让你赢一次 还是输了 丫头 你怎么了 怎么看起来心情不好 这才下了一局 再来 我看今天就是让你好几子 你也不会赢 什么让我九子 那你倒是试试 你听错了 我说的不是九十五 果然出宫了 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 想必县主已经知道 我们以前发生过的事 五年了 没想到只有我们两个回来了 刚才还说我是小姑娘 现在又变成县主 先生 您放心 我今天不是来劝你们的 我敬佩您 如果可以 先生叫我莫丧就好 我也认为莫丧不是那种俗人 家内肯定给先生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我在这里赔个不是 不过 我师兄认为 现主你一定 那位老先生比较耿直 只不过脾气不好 在屏风后偷听的老先生的师兄 有些得意地抚摸着胡子 但他突然补充 这师兄脾气不好 在屏风后的师兄 顿时僵在原地 屏风后老头的师兄 忍耐不住地跳了出来 眼睛瞪得溜圆 指着他反驳 他却一副意料之中的样子 戳破了先去老头的托词 老头师兄无言辩解 一时将在原地 看到全城的老头 哈哈大笑起来 老头师兄 休脑地冲着老头 喊了一声 老头劝他年纪大了 就不要和小姑娘置气 他此时识去的 先向老头师兄道了歉 老头师兄冷哼一声 也没再说些什么 他这时才知 老头名叫袁毅 老头师兄叫方正清 莫丧此时 又谈到了太后邀请 他们二人入朝为官一事 方正清直接打断了他 并且怒斥他是太后党羽 袁毅也沉下脸 对着他下了主客令 谁知莫丧位的并不是太后 而是清和王 两位老先生看向彼此 一时之间有些惊讶 他见两人已经动摇 就趁热打铁地 将清和王将被刺杀的消息 说了出来 正在这时 门外传来反问的声音 只见清和王大步走了进来 莫丧对他的到来十分惊讶 两位先生向他行礼 但被清和王一把拦下 莫丧定下心神 继续与两人谈判 但不等两人回答 清和王先出言 想将他劝走 他惊讶于清和王 不顾自己的性命 傅又想起清和王前世的遭遇 迈步出门的前一刻 将杀手信息告诉了在场众人 随后没管在场三人 适合反应就出门了 他刚离开驿站不久 一个清和王的侍卫 就拦下了他 然后将一个卷轴交给了他 常乐宫内 太后与窦县 就拙清和王的问题正在密谋着 他通过卷轴 知道了太后命他自己的兄长 窦县设政的消息 随后又看到了清和王 王爷的生平事迹 此时常乐宫内 太后自信地对窦县说 自己已经拿到了清和王的把柄 窦县有些疑惑 太后向他解释自己从清和王 自梁州回来后的感觉不同 知道他有了心上人 这边莫桑回想着清和王给他的眼神 觉得他对自己有话说 夜很快就来了 莫桑虽然为没有争取到老先生感到遗憾 却又为清和王能平安度过今晚而庆幸 可他不知道的是 清和王在此刻已经出府 月黑风高夜 此时街道上已经不见多少人影 清和王府的教夫抬着轿子 步履不停地往前走去 突然之间一个拿着酒壶的乞丐 摇摇晃晃地撞到了轿子上 一旁的侍卫迅速地将他拉到一边力声地斥责 乞丐一副尚未酒醒的模样 冲着侍卫叫嚷 侍卫一把拽住他的衣领 刚刚摆出出拳的姿势想要教训他 这乞丐眼神突然锐利起来 丝毫不见刚刚醉酒的半点影子 他抽出一把短刀 冲着侍卫腰侧狠狠砍去 四周也煞时间跳出了 许多身着夜行衣的黑衣人 但只见轿子前侧的帘子微动 那乞丐便像被什么打了一半 口中吐出鲜血并迅速收回了刀 王爷在黑暗中张开五指 手中的暗器精准地飞了出去 将跳出来的黑衣人一个不落地打落在地上 王爷走出轿子副手而立 周围的刺客躺倒一片掀起阵阵灰尘 侍卫冲着王爷单膝下跪以表感激 王爷垂眸看他回了句 像是开玩笑的话 此时皇宫内 少年皇帝正在宣纸上写着什么 那是陈锋向他汇报了清河王的到来 皇帝一脸惊喜地让人把清河王请了进来 他给皇帝行礼后看了眼 站在殿内的内侍们 皇帝会议 连忙将内侍们都潜了下去 清河王在众人走后直接坐了下来 毫不留情地奚落着皇帝 皇帝丝毫不在意地应了他的话 清河王见皇帝预案上 摊开着一张宣纸 不由地有些好奇 皇帝向他解释 这是自己给太后抄的道德经 随后又询问清河王是否要给太后抄经 清河王不懈地反驳他 想到太后和清河王之间复杂的关系 皇帝一时顿住了 突然之间皇帝看到了清河王肩上的伤口 而清河王看到他的神色也有些惊讶 两人同时开了口 此时月亮已经被阴云覆盖 清河王看着皇帝抄写的道德经 赞叹了他抄写时的认真态度 皇帝单手撑脸 突然话风一转 说到了莫桑和雨林二人 王爷当时睁大了眼睛 皇帝还在想着 太后召见两人的用意 完全没有注意到 一旁提着笔沉默不语的王爷 想到自己非平环绕的场面 皇帝脸上突然露出了猥琐的神色 突然他感受到了一道冰冷的视线 皇帝顺着视线看过去 正对上王爷那忧怨的眼神 皇帝善善一笑 拍着王爷的肩安慰自己 不会忘了他 又猥琐地在他耳边小声呢喃 兄弟娶姐妹的佳话 皇帝拿起桌子上的苹果 上下抛了抛 一道白光闪过 苹果就已经到了王爷的手中 他看着生气的皇帝 心中没有丝毫的害怕 而是就着苹果继续调侃皇帝 皇帝杨怒卓不让王爷与自己抢女人 王爷无奈地瘫了瘫手 突然皇帝问他喜欢什么样子的女人 王爷眼神沉了下去 脑海中浮现出了莫桑的身影 他没有直接回答皇帝的问题 而是反问了他 皇帝面露猥琐地用手 比划了个葫芦形状 王爷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 说他喜欢葫芦 皇帝顿时炸了毛 突然 王爷沉下脸训斥皇帝 整日将女人挂在嘴边 皇帝不喜他这般训斥自己 想摆出皇帝架势 可是身高低的太多 但他并未感到尴尬 冲着王爷说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女子 王爷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但很快换了一副与皇帝相同的神色 附和着他 同一轮明月下的某个府邸 一个头戴肩顶帽子的黑衣男人 一把将伪装成乞丐刺杀王爷的杀手推倒 并且声色严厉地让他离开洛阳 国舅在嘟嘟囔囔地抱怨 为什么不让他当太夫 觉得是因为女人天生胆子太小 喜欢弯弯绕绕 这个时候车子停下来了 他很生气 这是为什么 下人报告是都香侯的马车 没有避让的关系 所以就冲撞了他的马车 国舅觉得都香侯 不过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小伙子 只不过因为自己的妹妹见了两次 就开始自以为了不起了 因为看不起这个人 就让人卸掉他的胳膊 下人就立刻对都香侯动手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骑马的男人 让他们助手 几个下人 让这个男人别多管闲事 他们想要对这个男人动手 但是却被男人轻易地打败了 国舅出来阴阳怪气的 夸清和王的本事很好 清和王讽刺国舅爷 不过是一个是忠霸了 居然敢动手打他一个猎王 国舅虽然生气 但是还是只能离开 都香侯感谢清和王的出手 但是实际上清和王的目的 只是和国舅做对罢了 他并没有要专门帮助都香侯的意思 都香侯还是对清和王表示了感谢 清和王也没有多说 就在众人的崇拜目光之中离开了 回到了家里之后 莫桑因为都香侯和窦县的冲突 而感到很慌张 都香侯却只是轻飘飘地答应了 莫桑知道窦县向来就是一个嚣张跋扈的人 他在张帝还在的时候 就敢抢了公主的土地 并且让公主因为他的权力而不敢反抗 尽管张帝生气地责骂 窦县直路为马 但是窦县却根本不在乎 而且窦县还是一个牙子必报的人 因为有一个官员审判了他的父亲 窦县就把那个官员直接给处死 还把那个官员的头割下来 祭奠自己的父亲 莫桑很吃惊清河王 居然为了都香侯得罪了这么一个人 毕竟这样的人大家都不希望得罪 都香侯突然想起来问 莫桑有没有见过清河王 莫桑红着脸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是因为在清河王离开之前 交代了他唯一想要的一个谢礼 那就是让莫桑嫁给他 所以都香侯觉得清河王 应该以前就见过莫桑 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莫桑更加地脸红了 他坚定地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见到过清河王 他回忆起来上一世 那个时候清河王还没有这样的无赖 上一世莫桑再见到皇帝的时候 也见到了清河王 他和雨林见到一身黄色的衣服 就认为那个人是皇帝 两个人对着皇帝行礼之后 就看到了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 他的样子让莫桑脸红 太监介绍了他作为皇帝兄长 清河王的身份 两个人又对着清河王行礼 虽然看到了十分俊俏的清河王 但是莫桑却依旧在这个时候 对皇帝一见钟情了 当时皇帝夸赞莫桑和雨林 这两个太后新封上的翁竹长得很好看 但是因为莫桑对皇帝的心动 他觉得皇帝是在夸赞自己而高兴 皇帝询问了他的年岁 他告知了皇帝自己十四岁 而重活一世之后 他尽力避免重蹈覆辙 整日以侍奉太后为名义 闭门不出 以至于他到现在为止 依旧还没有见到过皇帝和清河王 上辈子他在死之前 其实还看到过一次清河王 他愿意帮助莫桑避免入宫 只要莫桑不希望进宫 但是莫桑很希望 自己可以陪伴在皇帝的身边 所以他就很自然地拒绝了清河王的话 清河王就咬牙祝福了他们两个 而莫桑也是在那个时候 意识到了清河王对他的想法 他觉得这辈子虽然很多事情都变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没有改变的事情 都相侯瞪着莫桑让他觉得更加害羞 他又强调了一遍 自己从来没有见到过清河王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 都相侯就觉得莫桑嫁给清河王 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毕竟他也到了出嫁的年纪 但是莫桑却拒绝出嫁 因为上辈子他心里想着皇帝 想要跟皇帝在一起而最终惨死 所以这辈子他只希望 自己可以独立地好好活下去 都相侯于是决定自己帮着莫桑 观察一下婚事的事情 他又说他们的父亲马上就要来洛阳了 这个让莫桑很吃惊 都相侯说他是为了两个女儿 和他这个儿子来到洛阳的 莫桑很生气地觉得 父亲前来是为了争权夺利 但是都相侯觉得他这么说 是因为母亲而对父亲有心结 这么说还是有些不太合适 莫桑觉得都相侯不应该忘记母亲的死 而都相侯则觉得莫桑应该放弃这些事情 莫桑讽刺都相侯 做父亲的好儿子做得很轻松 他直接就转身离开了 坐在马车上他开始怀疑 自己对都相侯的态度会不会太过分 他想要问雪柳的意见 但是雪柳却是在莫桑的母亲死了之后 才来到他身边的 所以并没有什么意见 莫桑回忆起来 自己只把这些事情跟一个人说过 七岁的时候莫桑爬上城墙玩耍 丫鬟让莫桑下来 但是他却说自己练过功夫 不是一般的女孩子 他虽然因为太高感到害怕 但是为了不被嘲笑 还是闭眼一跳 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 他出现在一个男孩的怀抱里面 他一巴掌打在男孩的脸上 问他是谁 男孩也很想知道他是谁 莫桑觉得男孩出现在王府外面 应该会是小贼 他想要让官府来抓他 男孩觉得莫桑从城墙上面跳下来 是一个逃奴 两人相顾无语 莫桑决定只要男孩告诉他 自己的名字就放过他 然后他就知道了男孩信送 莫桑遇到了王府里面的其他女子之后 被他们嘲讽穿着和行为 在那些时候莫桑没有任何朋友 他只能跟娘说上几句话 他回到了屋子里面扑进娘的怀抱 娘咳嗽了起来 莫桑觉得很担心 莫桑的娘希望莫桑 可以不要像自己一样 因为娘是为了政治原因 巩固封地才嫁给齐商王的 却并不得到齐商王的喜爱 连着跟他很相似的莫桑也不得喜欢 后来母亲就病逝了 督香侯在娘的葬礼上面 希望莫桑改掉男孩子的举止 因为以后他们得自己保护自己 然后莫桑就改变自己 成为了王府的隐形人 而直到死的时候 莫桑才明白了娘的话 道什么意思 莫桑下旨之后 马车出发了 雪柳希望莫桑 顺利地说服两位老先生 入室来博取太后的另眼相看 但是他也担心 会被雨林给抢先了 莫桑回忆起那天 清河王突然出现 他最终还是决定 虽然自己的处境并不好 也要帮清河王一把 轿子突然摇晃了一下 因为清河王的马车 突然从旁边冲出来 冲撞了马车 莫桑因为清河王而感到惊讶 清河王也表明了身份 他为自己冲撞了马车 对莫桑道歉 因为莫桑的马车 应该避让清河王 他也道歉了 清河王告知莫桑 他急着去赴宴 才会骑马太快 莫桑于是让清河王赶快去 清河王离开之前 答应了莫桑 邀请他去洛阳最有名的饭馆来赔罪 马车再一次前进 莫桑好奇 洛阳最有名的饭馆是什么 从车夫处得知了是整霞楼之后 他又好奇有什么招牌菜 车夫觉得最受欢迎的应该是糊饭 他回忆着糊饭的做法 然后又无奈于糊饭的价格实在太高 他们这些老百姓是吃不到的 雪柳也在回忆 在家里经常吃糊饭的时候 等他问莫桑的时候 就看到莫桑已经很馋了 然后他希望雪柳去整霞楼买来一些糊饭 把这些东西分给太后雨林还有侍卫们 一个带着斗笠遮住了脸面的人 来到了整霞楼的时候 一个小二告诉这个女人 她要的糊饭已经准备好了 女人进入了一个房间 房间里面的人转过身来 清河王跟他打了招呼 小二把房间的门关上了 摘掉了斗笠之后 下面的人正是莫桑 他感到很尴尬 他对着清河王行了一个礼 清河王让他不必这么客气 他已经点了一桌子整霞楼的菜药 请莫桑品尝 莫桑当然想要一饱口福 他心里清楚 尽管清河王请他过来十分谨慎 但是太后和魏璧不可以查到端倪 清河王表示他还是来了 莫桑前来的原因是 他想要让清河王帮忙 清河王想知道具体事情 莫桑因为时间不多就开门见山了 他想要清河王的老师开馆授徒 来争取清派的力量 但是清河王不希望 莫桑参与到朝中的事情里面来 可是莫桑认为自己已经身处其中了 清河王的计划 是让太后把莫桑许配给自己 让自己来庇护莫桑 莫桑脸红着继续大口吃饭 清河王感叹他跟以前一样 莫桑愣住了 清河王告诉他 他们五年前见面过 两个人隐在莫桑的脑海中 重合了起来 他意识到了清河王就是宋公子 清河王答应了 莫桑刚开始猜测 清河王就打断了他 还告诉他太后知道这些 才把莫桑分为了翁主 莫桑感慨原来如此 他回忆起来了 前世和皇帝之间相处的情形 清河王很奇怪 他为什么突然哭了起来 他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莫桑意识到 前世太后想要他入宫 是希望他可以嫁给清河王 他用力地擦掉了自己的眼泪 然后拒绝了清河王的求婚 因为他觉得 其伤亡的地位偏低 他是没有那个资格来高攀 清河王这样的人的 清河王接受了莫桑的拒绝 但是他希望莫桑可以对他说几句实话 莫桑承认了 自己对于清河王曾经有过一些好感 但是他也绝对没有想过要嫁给清河王 而且他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嫁给清河王 清河王以为他在怪自己哪天欺骗了他 解释他也有自己的顾虑 莫桑的原因却是担心 他嫁给清河王成为他父亲谋求权力的工具 清河王要求莫桑至少信任他 因为他对于莫桑是真心的 哪怕别人会再利用这个婚姻 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 莫桑却坚定地不愿意 如果清河王逼迫他的话 他甚至愿意去死 清河王只能答应了 莫桑觉得他即使嫁给了清河王也会活下去 这是对于清河王这一份在乎的利用 不过他也觉得自己上一世失去幸福 是因为清河王 那么他们现在只不过是扯平了 他以宋公子的称呼和清河王告别了 几年前他和清河王在一起骑马 莫桑勒马跳了下来 清河王希望他的心情真的好了一些 莫桑确实感到很开心 他也很感激清河王教他骑马 清河王觉得莫桑胆子大学得也快 还回忆了自己之前学了两天的骑马 才学会了慢走 莫桑却认为清河王的速度不慢 还说漏嘴了以前 清河王追问以前的事情 莫桑决定不告诉清河王 他的娘亲以前教导过他骑马 只是以他学什么东西都很快来掩盖 清河王察觉到 莫桑今天的心情似乎是不太好 莫桑解释是因为他的母亲 在七天前去世了 清河王感到抱歉 他也是因为母亲被害死 才从家里逃出来的 莫桑倾诉了他母亲的死因 他的母亲并不是像万人以为的那样 是病死的 实际上他是吃了毒药才死掉的 他实际上是 被他的父亲和父亲的测试联手害死的 因为父亲本来就不喜欢母亲 而母亲已经生病了 柳册妃想要用恶极的说法 让母亲下堂 清河王疑惑地问 是柳册妃毒死了他的母亲吗 莫桑告诉他 实际上是母亲自己服毒死了的 母亲这么做是因为不希望自己被休了 这样的话 骑山王府上 就再也容不下他和他哥哥了 所以他只能服毒自杀了 他跟清河王道别 因为从此之后 他再也不能任性了 然后就骑着马离开了 有一个人想要知道 清河王为什么就这样让莫桑离开了 清河王明白莫桑知道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 他觉得自己这个时候要是阻止 那就像是一个因为得不到糖 所以哭泣的孩子 几辆马车进入了洛阳城 力后流刚打开车辆 他感叹洛阳的人怎么这么多 突然他看到了雪柳的身影 他于是叫着小屋 要求他去打听一下事情 骑山王奇怪 马车为什么停下来了 力后流刚告诉他 莫桑出现在了前面 骑山王奇怪莫桑怎么出宫了 他要求莫桑去见他 力后流刚认为莫桑一定在搞鬼 利用这件事情可以让莫桑去死 但是又顾及如果直接告诉骑山王 骑山王会因为王府的权益 而帮忙掩盖事情 在流刚十二岁的时候 他准备恶作剧 想要让别人摔一个狗啃腻 忽然有人踢了他一脚 让他倒在了地上 他很生气有人敢踢他 莫桑直接承认了是他自己 流刚逃走去找骑山王来教训莫桑 骑山王因为这件事情 狠狠地教训了莫桑 流刚和母亲都很得意 流刚教训莫桑以后再也不要惹自己了 但是莫桑却坚持绝对不会 让流刚再做任何的恶作剧 流刚哈哈大笑 莫桑拉着骑山王去下棋 流刚用一个恶作剧 把水盆泼在了骑山王的头上 然后骑山王就狠狠地教训了流刚 当然他察觉出莫桑是故意的 之后也打了莫桑 下人前来报告骑山王 想要见莫桑的消息 学流很着急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于是就表示莫桑身体不适 希望改日再见骑山王 流刚很不满莫桑 胆子居然这么大了 他就开始讽刺莫桑 就算现在成为了瘟主 也不可能比骑山王大 要求莫桑立马下来 他不满莫桑 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瘟主 就这般姿态 想要先一步把莫桑的名声 先搞臭了 这样莫桑就没有办法立足了 莫桑掀开帘子叫了骑山王一声 先冲着骑山王行了一个礼 他毕恭毕敬地表示 骑山王来之前应该跟他说一声 这样他就可以提前准备 告诉太后来迎接骑山王 流刚却觉得莫桑何都相侯 在搞花招 而着急忙慌地赶路 莫桑让流刚说话小心 众人都开始窃窃私语 骑山王立刻要求流刚闭嘴 他正准备让莫桑闭嘴 却被打断 莫桑以宫门要啰索 自己若是再不敢回去 就来不及见太后娘娘为名义 要求立刻回去宫里 骑山王只好用很生气的言语 允许莫桑立马回去 看着莫桑离开流刚 不断地数落莫桑的样子 雪柳在马车里面感叹 他被吓到了 幸亏莫桑回来得及时 原意和方正卿 拒绝斗太后征召的事情 获得了朝堂之上的一致赞许 大家都觉得两位先生作风高捷 一位先生觉得 这两位先生是大家的表率 他们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济天下 另外一个人则不认可他的观点 因为两位先生还开馆授课 莫桑来到了学堂 他知道上辈子原先生和方先生 因为听说清和王受到刺杀 而过早入室的错误已经得到修正 他早就知道清和王会遭到刺杀 也知道清和王可以化险为夷 他有些疑惑 如果自己知道宋公子就是清和王的话 会不会提醒清和王一些什么 但是他又提醒自己 既然已经拒绝 就不应该再想他的事情了 转生者也不是什么都知道的 他还是应该步步小心才可以 很快先生来了 何帝跟清和王正在城墙上面 何帝不相信先生的课 真的有那么好看 清和王以言是出高徒来解释 何帝以为他是在强调自己是高徒 讽刺他喜欢吹嘘自己 清和王感叹自己总算糊弄过去了 课堂上面夫子抽同学起来背书 他选中了一个男子 那个男人背到一半就背不下去了 莫桑在那个人后面提醒被夫子发现 夫子要求他讲这篇文章的含义 他按照自己的见解 讲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看法 这个时候刘刚来了 他大声地对其伤亡嚷嚷 莫桑在这里 几个人要求他闭嘴 他却以自己是利侯来反驳 但是几人的身份都比他高贵 其伤亡也让刘刚不要多说 先生察觉莫桑对这篇文章有不同的见解 他承认自己的想法 众人都惊讶于莫桑顶撞先生的胆子 在莫桑的想法之中 认为虽然孟子的看法也有道理 但是若是一个人 一直生活在担忧之中就没有了快乐 夫子教训他的看法是妇人之见 因为他坚信君子活着是为了实现意义 而不是为了快乐 莫桑反驳的观点是觉得活着的人 不应该辜负了几代明君的智力 他们历经图治就是为了给后代更多快乐 他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治理国家的才能的 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个 就否认了人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夫子感慨这样的想法 是他太年轻导致的 自己已经感悟到人生数十年 其实就是几个瞬间罢了 而他还没有 看到人生中这样的瞬间 他还是坚持等到那些瞬间来了 在努力学习 现在只想要好好地享受快乐的生活 夫子因为觉得朽木不可刁眼而生气 离开学堂的时候 他被那个被布出文章的少年注意到了 少年赞叹他的胆大 他其实也不过说说 而自己也不是这样的人 少年依然觉得他已经足够厉害了 毕竟自己昨天晚上 明明把文章背得滚瓜烂熟了 今天看到了夫子的脸 之后还是都忘记了 莫桑感叹在生死面前一切都是小事 他确实希望过上快乐轻松的生活 但是自己又是一个忧思很重的人 少年奇怪于生死这个词语 他却想要知道这个少年的身份 少年一直以为 他之所以会帮助自己 是因为知道自己的身份 但其实他的名字也并不是很有名 有名的是他作为蜜猴的祖父 莫桑意识到蜜猴就是开国重臣 邓智却把自己 跟京都里面的公子哥相提并论 毕竟他不是他的祖父 因为这次莫桑帮助了他 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就去找他 莫桑明白在这些人的眼中 齐山王只是一个没落的勋贵 这个时候他听到了刘刚的怒吼 刘刚以女扮男装出现在书院 丢了齐山王府的脸为名义发难 莫桑无视他给齐山王行礼 解释自己是知道先生学识渊博 希望帮助弟弟加入先生的门下 刘刚觉得他肯定不会那么好心 但是齐山王却很惊喜 因为这件事情自己不说 雨林也会告诉他们 所以他就表示 在静静的时候和两位先生同路过 这也是都湘侯 可以打破规则进入学堂的原因 而今天他来是因为都湘侯有事 刚好可以顶替都湘侯前来 也刚好可以为弟弟说情 齐山王想知道都湘侯的先生是谁 莫桑告诉他是袁先生 但是袁先生已经不收徒弟了 他们只能考虑方先生 刘刚不满都湘侯拜了袁先生 而自己只能拜方先生 他以刘刚不愿意为理由 要拒绝说情 齐山王立刻骂了刘刚 让莫桑不要理他的话 他继续坚持自己 左右不了两位先生的想法 刘刚在齐山王的逼迫下面 只好给他道歉 齐山王于是把拜师的事情 托付给莫桑 他提起了树修 齐山王表示自己会准备 太后请宫里面斗现 正在要求把两位先生捆起来 太后让他不要着急 因为太原本看重的 就是两位先生的名声 现在他们的名声越来越大 对于他来说也是好事 太后又提起了在学院里面 顶撞夫子的事情 想知道是谁干的 他从别人那里听说是流畅 他表示不能为自己所用 哪怕有名声也没用 他说学院里面的那个人是邓志 因为窦太后想要听到流畅的名字 他就故意不让窦太后 听到流畅的名字 太后听说过邓志 因为他有一个十分厉害的妹妹邓隋 太后觉得邓隋从小就聪明过人 是一个好孩子 又想起了皇帝到了大婚的年纪了 窦现也赞赏那个姑娘的书法 觉得邓隋出落成了大姑娘了 太后思索了一下她的祖父 就是光烈皇后的兄长 然后吩咐宫女把女眷叫过来 办一场赏花宴 宫女不知道赏什么花 太后吩咐桃花 只是桃花的花期都已经差不多过去了 邓隋把太后组织赏花宴的消息 告诉了莫桑 她答应了一句 邓隋很不喜欢她清高的样子 不相信她真的不在乎自己 会嫁给什么样的男人 邓隋不愿意告诉她 娘已经和殷家搭线上网 她感慨终于到了这一天 上辈子自己的命运 就是在这一天发生了很重大的转折 宇林穿着华桂 却想让她打扮朴素一点 以符合国桑 莫桑只是看着她一身名贵的衣服 在她的注视下 解释自己只是试穿一下 宴会哪天不会穿得这么华桂 她走之前还让莫桑不要打扮 她当然察觉出来了宇林的心虚 丫鬟生怕莫桑 在这个给皇上王爷挑选妃子的时候 真的不打扮了 让她一定抓住机会 她也知道花会是年轻姑娘 表现的机会 上辈子她就是因为不懂这个 才会因为衣着寒酸被嘲笑 众人都嘲笑其伤王府上 只剩下空壳子 觉得她身上的衣服像麻袋一样 但是宇林的话也不完全错误 国伤期间确实不应该 穿得太过于妖艳 不然反而会让太后觉得反感 再加上她也没有钱 殷勤骄傲地觉得自己 很快就会成为这里的主人 但是又看到了邓随 她觉得邓随与世无争的样子 是在收买人心 宇林出现之后 大家都开始感叹 衣服很别致 她当然是觉得自己厌压群芳 但是实际上 大家夸奖的是 莫桑的衣服很别致 她只能按摩莫桑 抢走了她的风头 浪费了她娘用私房钱 给她买的这一身衣服 殷勤问身边的人 宇林和莫桑的身份 知道了之后 要求她把这两个人记下来 再得知了殷妇人交代了自己 要照顾一下宇林的消息之后 女子因为顾忌母亲的关系 答应下来 那人强调了他们两个人 兴风公主 风头正盛 殷勤便决定先对莫桑下手了 那人这么做 是因为知道 她是一个善度的人 要让她把注意力 放到莫桑的身上 避免注意到自己 毕竟她觉得 她自己长得也算不错 女子拦住了宇林和莫桑 宇林好奇女子的身份 得知了她是 无防侯的女儿殷勤之后 立刻自爆家门 巴结她 介绍了自己 其伤王府上的身份 殷勤让莫桑也介绍自己 她只说了名字 殷勤被她的眼神吓到了 自己的目光 是因为上一世 被灌下毒药 也有殷勤的功劳 这一世 她一定要让殷勤受到惩罚 她用觉得殷勤 和一个故人很像 来掩盖心思 身边人恭维那个故人 和殷勤一样是美人 她却否认了 殷勤很不满 殷勤讽她的衣服 虽然刺绣出众 但是料子很差 这种料子 哪怕是下人都不会穿 这代表殷勤 虽然心胸狭窄 但是眼光不错 一个翡翠镯子掉了下来 邓隋把这个镯子捡起来 戴在了莫桑的手上 还假装那个镯子 是她的东西 大家看着这样 通透完美的玉 都觉得很惊讶 申太妃这个时候过来了 众人赶紧行礼 她想起来了 上一世在花会里面 没有人为她说话 所以她被申太妃的热情 打动了 却因为对申太妃 忠心耿耿 被太后记恨 结果申太妃 也只是把她 当作了一颗棋子 在没有利用价值之后 毫不犹豫地踢开了 申太妃开始和莫桑 套近乎 身边的婢女 觉得她或申太妃 年轻的时候 有些相似 申太妃以为 这些雪中送炭的话语 可以让她感激回报 她却把手 从申太妃手里抽出来 殷勤很生气 邓隋或申太妃 都在维护她 申太妃想要让莫桑 陪她一会儿 她却用邓隋 要教导她打烙子 委婉地拒绝了 邓隋也答应了 申太妃不满她的行为 她发现申太妃 只是在笼络 第一次来到京都 出身不高的人 很明显只是在收买人心 但是自己上辈子 却没有注意到 邓隋好奇莫桑 是怎么知道她的名字的 她这才记起来 两人在这辈子 还没有见面过 尽管在上辈子 他们之间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也一样 雨林突然来找莫桑 她是因为看莫桑 好久没有回去 担心出事 莫桑表示自己没事 雨林提议 两人一起回去 两人走在池塘边上的时候 有人故意推了雨林一把 雨林以为是莫桑推的 就下定决心了 想起殷勤 要求她把莫桑推到水里 来作为加入她的投名状之后 她用力地朝着莫桑的方向 出手去推 然后又开始呼喊起来 有人落水了 殷勤一来 就知道了是莫桑落水 她也开始呼救起来 皇帝听到了之后 跳入了水中 众人又开始呼喊 听到之后 清河王也跳下去了 紧接着 那些个侍卫们也跳下去了 殷勤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时候 太后来了询问事情 莫桑告诉她 一开始是楚姑娘落水 然后皇帝去救她 清河王和内侍们 接二连三地去救皇帝 皇帝这个时候浮出水面 以为自己找到了莫桑 而十分高兴 她怀里的小桂子 十分感动 以为皇帝是急着去救她 皇帝立刻松手 让小桂子沉下去 又有人抱住皇帝 以为自己救了皇帝 后面的人也都过来抱住皇帝 皇帝因为自己 其实是会游泳的 所以让他们松手 但是他们却牢牢地抱住了皇帝 清河王在水里找到了楚姑娘 他把楚姑娘救出了水面 太后立刻让人去找太医 莫桑关心皇帝 皇帝表示自己没事 他用一根带子做媒介 去拉皇帝 皇帝想知道 最初落水的人是谁 雨林说是因为楚姑娘自己不小心 虽然她不知道为什么落水的是楚姑娘 但是还是先决定自保 清河王惊讶皇帝 居然为了救楚姑娘跳入水中 莫桑站在一边回忆上辈子 就是因为她落水了 被皇帝所救 才有了之后的一系列事情 在名声越来越坏之后 太后同意她嫁给皇帝 虽然她成功进入后宫 但是名声却完全被破坏了 而这一世 这些都轮到了楚衣景了 有人报告了楚衣景无碍 太后想知道皇帝是不是为了救她 楚衣景还觉得自己 马上就要进宫享受荣华富贵了 巴结了殷勤这么久 总算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皇帝却坚持她 只不过是失足落水罢了 并不是要去救楚衣景 楚衣景震惊 殷勤提醒众人 楚衣景现在跟外男友了肌肤之亲了 太后随便让一个男人告知身份 那个人叫王长风 是执金武 执金武也算不上一个太小的官职 莫桑觉得对于楚衣景来说 已经差不多了 太后就决定让楚衣景嫁给王长风 但是楚衣景却并不愿意 周围人觉得她这是抗制 她希望殷勤可以帮自己 殷勤却什么都没说 殷勤知道皇帝以为落水的是莫桑才去救人 她把莫桑视为 自己登上皇后之位的绊脚石 下定决心要铲除她 殷勤还以为是雨林跟莫桑 合伙把楚衣景推下去的 雨林浑身发抖 因为那个时候 她正要推莫桑却被阻拦 莫桑不想上演姐妹情深 却无奈万人眼里 他们都是齐商王府上的人 她还是嘴硬 莫桑明白 自己必须快点脱离齐商王府上 不然还不知道 要给他们收拾多少残局 就在这个时候 楚衣景突然掉入了池塘里面 太后见到莫桑之后 把她留在身边 她想要后退去 被太后阻止 而且太后来握住了自己的手 殷勤看太后的动作之后 更加憎恨莫桑了 莫桑思索着自己这辈子 总算得到了太后的喜爱 也不知道结局能否因为这个 而得到改变 回到长乐宫之后 莫桑思索要不要提醒邓隋 太后再暗示她会成为皇后 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邓隋因为父亲的关系 对边疆的事情很感兴趣 希望可以和她好好聊聊 对方也很愿意 只是她犹豫是不是需要 在爱情和友情中间选择一个 这个时候她发现 石头后面有人在谈话 谈话之人也转过身来 发现莫桑正在偷看 对方朝着她扔了一把刀 只是刀没有落在她的身上 却把她的衣服撕裂了 清河王让另外一人离开 要自己处理她的事情 另外一人提醒清河王 必须要杀了看见他们的莫桑 因为她已经看到了他们的秘密 看着逐渐靠近的清河王 她告诉自己这样很好 自己就不需要面对抉择了 只是她不甘心 重获一世自己还是这样的懦弱 指着她的刀 却被清河王收回了袖子里面 她以为对方想要用眼泪来软化她 莫桑却觉得眼泪是没有用的 反正在皇宫里面的人 本来就只爱自己一个人罢了 清河王却不认可 她一把抱住了她 她知道现在莫桑并不信任自己 但是她希望有一天对方会信任她 她用力推扫清河王 后者却让她不要把侍卫迎来 因为如果侍卫来了 看到他们现在的样子的话 太后就要让他们两个成婚了 莫桑在清河王怀里 希望知道她想做什么 清河王的回答是 要杀了看到她秘密的人 她以为刚刚已经准备放自己离开了 清河王却提起她刚刚已经心存死至了 她说自己现在改变主意了 对方也这么说 她在一块石头的后面 把她放下来了 她则害怕地用自己的身份 来威胁清河王不能杀了自己 她看出来了莫桑是真的在害怕 于是准备吓一下她 她说这样放走她 自己就会有大麻烦 莫桑很坚定地发誓 自己不会把清河王 和宫女思通的事情说出去 她知道她误会了自己 但是并不拒绝这样的误会 她继续否定了誓言 要求莫桑成为跟她同一条船上的人 她不明白她的意思 清河王突然猜测 莫桑心里是喜欢皇帝的 对方承认点头 清河王把那个翡翠手镯 从她的手上摘下来 她不愿意相信她的誓言 所以她觉得自己 只能拿走这个镯子了 莫桑着急地跳起来 去拿那个镯子 她要求清河王好好保管那个镯子 毕竟这是母亲的遗物 对她来说很重要 清河王当然答应了 她看到莫桑的裙子破了之后 要求她在这里等一下 去给她拿新的裙子 莫桑还没说话 她就已经走了 一间屋子里面的丫鬟正在叠衣服 清河王突然从屋顶上面出现 把她吓了一跳 之后让莫桑换上拿来的衣服 却看到周围的人 正围着换好衣服的莫桑看 都觉得她很漂亮 因为时间太紧张的关系 她只能应急缝补了衣裙 而之后不久 这个她用来应急的花样 就成为了洛阳里面的流行花样 齐商王府上的王妃 则正在询问齐商王 怎么应付莫桑 得罪了殷家人的事情 雨林还添油加醋 自己也因为她被殷勤记恨 齐商王想知道王妃的想法是什么 对方很生气 莫桑出了这么多的事情 却没有第一时间告诉家里人 她害怕大祸临头的时候 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齐商王倒是觉得自己也算个王爷 只是在王妃眼里 她这个王爷在洛阳什么也算不上 让她把莫桑叫回到王府里面来 因为她作为齐商王府上的小姐 本来就应该住在王府里面 王妃的真实意图是 让她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这样方便教训她 雨林编造莫桑整天打听皇帝行踪的谎话 齐商王觉得也不至于 但是她心里却想着 两个人只要有一个是皇妃就足够了 所以她就让王妃不要担心 毕竟莫桑还是王府的女儿 王妃强调自己不会害怕她出人头地 她觉得如果齐商王这么想的话 不如直接休妻 齐商王连忙否认 王妃强调了莫桑根本不把她 当作自己的母亲看待之后 又说自己还是会顾及她的名誉的 不会让她跟楚衣景一样 齐商王害怕如果莫桑真的这样的话 会害得雨林也架不出去 在她的眼里 莫桑并不优秀入不了皇帝的眼 所以她决定压保雨林 最终齐商王做出了告诉太后 让莫桑回到王府上面的决定 孙姑姑找到她转告了事情 让她早做准备 齐商王让她回去的理由是王妃生病 而之前雨林就已经回去了 对比之下就凸显了她的不孝 申太妃让人来告诉她 这些就是知道了她和王妃之间的矛盾 孙姑姑提议她可以先去申太妃那里住几天 但是她却知道自己一旦这么做 就会成为太后眼中的太妃一党 这样事情就又和上辈子一样了 她还不如去求太后 于是就以应当侍奉母亲为理由拒绝了太妃 孙姑姑面上夸赞她的孝顺 心里却觉得她不识好歹 上了马车之后丫鬟很紧张 因为王妃经常在生气的时候 以生病为借口来惩罚她 莫桑只能感慨皇宫也不是他们的家 她觉得远皇宫反而也是一件好事情 只是远离了皇帝 她还觉得自己那天撞破了清河王的事情 住在皇宫里面也会有很多麻烦 很快马车就到了 下人通知说莫桑回来了 雨林赶紧让王妃躺下 却得知了莫桑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要回去休息 两人都很惊讶 丫鬟觉得她这么做不太合适 她知道丫鬟害怕王妃 但是她不想再被欺负了 所以如果丫鬟还是害怕的话 她希望可以离开身边 她会给对方一笔钱安身立命 丫鬟不愿意离开 她对莫桑忠心耿耿 只是跟在她的身边 需要的不仅仅是忠心也是勇气 她明白自己的路十分艰难 如果丫鬟没有办法改变的话 还不如早些从中抽身 雨林知道莫桑装病 坚持她必须去服侍王妃 她推开莫桑的房门 却被丫鬟拦住 让她不要打扰主子养病 雨林觉得她的样子 根本不像是病了 丫鬟却拿出了 宫中太医的诊断 这是之前在皇宫里面 通过轻衣姑姑帮忙开的 雨林被质疑 是不是怀疑太医的诊断 丫鬟要求她留下来 照顾自家小姐 雨林不满一个奴婢 对她发号施令 丫鬟就换了个委婉的说法 雨林最终被气走了 她一走 丫鬟就差点跌倒 莫桑夸赞她做得很好 第二天王妃就真的 被她给气病了 刘刚在书院里面 被打得鼻青脸肿 连声认错 周围的人狠狠不满 跟她这样的人一起上课 晚上莫桑去吃饭的时候 众人都已经在了 王妃指责她一个小辈 不懂礼数 她发现根本没有自己的椅子 让王妃以后 不用等她就可以开始吃了 齐桑王很生气她的语气 都相侯让她不要生气 齐桑王惩罚莫桑先 伺候王妃吃晚饭 对方很吃惊她的乖巧 她开始给她布菜 看着她家的一大碗菜 王妃很不满 正要发火的时候 她询问刘刚怎么受伤的 她否认打架的事情 只说是自己摔跤了 王妃想着她和方先生关系好 要求她把书院里面的 几个小混混赶出去 她却指出刘刚说 只不过是摔跤了而已 她心里清楚 同学之所以欺负刘刚 是因为她基础太差 王妃让莫桑照办就行 少废话 她拒绝了王妃的要求 毕竟两位先生 连太后的要求都拒绝了 更加不会给她面子 不过她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帮助刘刚 但是前提是 她必须女扮男装 和她一起去书院 齐桑王立刻表示拒绝 刘刚却想要她 假扮自己的书童 这样她背书的时候 就可以有人提醒了 如果她可以进书院的话 办事情会方便很多 齐桑王只能叮嘱莫桑 不要暴露女人的身份 她在心里觉得她和她的母亲一样野蛮 最后她让她明日带着准备好的礼物 娶英家道歉 这些事情都是她们在她来之前 商量好了的 独香侯担心英家嚣张跋扈 让妹妹受委屈 想要代替她去 但是她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道歉 王妃知道 她得罪英家人地位理由说不出口 只能让她用交往走动来掩饰 这等于是为了结交英家 把莫桑推到火坑里面 后者指出和英小姐性格不合 要求带着礼物前往邓随那里拜访 齐桑王很满意她居然能够 跟邓家有很好的关系 齐桑王要她把雨林也带去 但是她以第一次为理由拒绝了 齐桑王也赞同这样 会让人觉得他们没有礼数 莫桑强调邓随会成为皇后 于是建议让自己去找邓随雨林 去找英小姐 齐桑王立刻就答应了 因为虽然齐桑王疼爱雨林 但是她还是更在乎王府的未来 她一定要离开这个家 只是可惜都相侯 还没有意识到齐桑王的为人 但是回到了自己屋子莫桑 却发现自己没有钱 开始思考赚钱的办法 到了邓家之后被邓智发现了 她觉得莫桑的气质不错 下人赶紧提醒她 不要招惹府上的客人 邓随跟她表示 自己虽然有钱但是不多 不过要是她要钱的话 自己可以问哥哥要一些 她以为莫桑遇到了什么急事要用钱 对方否认 表示自己只是因为刚到洛阳罢了 邓随表示自己除了利钱之外 还有几个铺子 就是她自己不知道怎么打理 莫桑好奇洛阳女子的喜好 对方告知无非是首饰和成衣 莫桑让她看自己的衣服怎么样 邓随因为看她近来太开心 就没有注意到她的衣服 她想要做一些衣服来卖 邓随却认为贵女 一般都是买绸缎自己做衣服的 对方也赞同成衣的成本很高 因为这个邓随建议 先从府上的那些段子入手来尝试 她把收入两个人五五分成 但是对方却只想要拿两成 她坚持两个人平分 因为这些银子并不是她的最终目的 她有很多后续的打算 邓随见她坚持 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十天之后 邓随准备去铺子里看看 销售怎么样 丫鬟却提醒她 不应该把精力放在这上面 邓随因为答应莫桑的缘故 还是准备去 丫鬟觉得她太心软了 到了铺子门口 却发现没有人 她为了莫桑的面子 准备直接离开 过了一会儿之后 就有几个女人走进店门 询问出售的衣服 店里的伙计告知他们 衣服已经卖完了 新的衣服需要再等几天 邓斧的下人 把账簿拿给了邓随 后者让她放下 却又突然发现 这个月的盈利很多 瑞云芳里面所有姑娘 都在哄抢衣服 清河王也得知了 他们的生意 好得不得了的消息 她很好奇 在这家店的背后 到底是什么人 下人告诉她 这是邓家的 但是又觉得 这不像是邓家的作风 怀疑他们找到了 什么人指点 铺子里有两个女人 正在争夺一件衣服 丫鬟好奇莫桑之前 是不是就预料到了 这种情景 她纠正她对自己的称呼 邓随来到铺子里 见到了莫桑的穿着 她以为她身上的衣服 是下一款要出售的衣服 她觉得这衣服 没有女人敢穿 然后又突然想到 男子的成衣也可以出售 还打算让自己的哥哥 先来穿着 凭借都相侯的气质 必然能让别人争相模仿 邓随会觉得 让他哥哥来穿比较好 两人很快因为 谁的哥哥更合适 而吵了起来 她得知有一家别的铺子 先做了男子的衣服 邓随回忆那家铺子 好像叫白马芳 她好奇背后的人是谁 但是这个 就连邓随也不知道 不过她依旧觉得 这家铺子背后有靠山 邓随疑惑他们 还要不要继续 做男子的衣服 她很坚定地表示 一定要 希望可以跟神秘人 正面对决 邓随怀疑铺子里面 有内线 她碍于没有线索 不好伸张 邓随夸赞了 她的做生意的头脑 而莫桑觉得 这只是因为 她的心思不在这里 接着对方就表示 接下来她没有空管铺子了 莫桑猜到 她要进宫去 邓随在最后告知她 听说殷勤 可能会成为皇后 她也知道 哪怕太后不满意 也会屈服于家族力量 她现在没有能力 和殷勤一争高下 所以最终决定 先做好眼前的事情 清河王跟邓智 打了一声招呼 对方认为 白马方比不上祥和方 清河王想要知道原因 但是邓智却说不出来 他让自己身边的 另外一个人来说 清河王询问那人的身份 莫桑意识到 他并没有认出自己 而松了一口气 邓智跟清河王介绍 这个人是刘刚的书童 还夸赞了一下长相 店里的伙计问他们买什么 邓智说 刘刚要买超大好的衣服 得知没有之后 他让莫桑帮着一起挑衣服 莫桑给他挑了好几件 他当着他的面 就想要开始换衣服 莫桑害羞走开 邓智觉得他像个女人一样 清河王让店家带着邓智 去屋子后面换 然后又要求莫桑 给自己也挑几件衣服 他直接让小二 打包了对方挑中的那件衣服 他奇怪清河王为什么不试穿 他理所当然地说 他选的衣服不用试穿 并且询问对于祥云芳 和白马芳的看法 莫桑觉得 祥云芳做出来的衣服 有一种想见心上人的感觉 是因为做衣人的感受 清河王因为他在做衣服的时候 想着心上人而生气 又觉得女子的女工 不应该流传于外 莫桑解释自己 没有给他人做过衣服 也认为这些事轮不到清河王来管 清河王觉得这对名誉有损 他却指出他是白马芳背后的主人 如果让人知道了这一点 对于他的名声来说危害极大 清河王不知道自己哪里露线 莫桑是因为 他的反应和店员对他的态度得知的 清河王不断靠近 把他压在墙壁上 店员偷偷默默地把门关上了 莫桑伸出手 把一边的一个瓶子打碎了 邓志从里面伸出头来看发生了什么 两人只能表示没什么 他让两人看看自己的衣服怎么样 清河王让他去瑞云芳买衣服 莫桑却坚持在白马芳买 清河王让他去好好照顾妹妹的生意 邓志却坚持照顾朋友的生意更加重要 莫桑趁机提出自己要离开的想法 他也要跟着他一起离开 却被清河王拦住 让他先把衣服脱下来 于是被吐槽太小气 清河王又询问 金代沟玉佩的行情怎么样 下人告诉他不太好 他猜测很快 祥云芳就会开始推出女性的首饰 于是就让手下的人前去观察 他认为洛阳城里首饰铺子已经很多 瑞云芳未必可以做好 但是清河王相信莫桑可以 邓志换好衣服出来 他责怪清河王 为什么阻止他探究奇怪的书童 回忆起来第一次见到这个书童的时候 他是都乡侯刘畅 但是第二次却变成了刘刚的书童 清河王知道莫桑和刘畅 因为血缘的关系长得很相似 旁人都想不到他敢于礼带淘江 于是好奇邓志怎么看出破绽 后者不但解释自己通过身高发现问题 而且还猜测他的真实身份是私生子 清河王让他不要继续深究这个问题 因为书童的真实身份自己已经知道了 邓志疑惑 为什么 清河王不愿意把书童的真实身份告诉他 清河王让他跟自己保持距离 等到送走了他之后 自己才算是清静了 他在心里思考 为什么莫桑警惕性会这么强 想要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明明自己是想要保护他 他却不停地在往后退 皇帝正在帮太后捏肩 他撒娇希望可以每天不上朝陪着他 太后一眼看出他是有事相求 皇帝表示他拒绝殷勤做自己的皇后 太后让他说自己心中的人选 他就用邓随试探 太后同意皇帝把邓随也招入皇宫 于是皇帝又提起了莫桑 太后希望让皇帝和清河王之间产生矛盾 所以也乐于看到他们喜欢同一个女人 就直接告诉了皇帝清河王对于莫桑的喜欢 晚上太后对宫女感慨 皇帝居然喜欢莫桑 宫女觉得像他这样聪明的人会有手段 还提起申太妃想要拉拢他的事情 太后想如果他真的投靠申太妃一定要除掉他 那个宫女明白了太后为什么想要除掉每一个申太妃身边的人 同时放任他招兵买马 在诵经之前太后又吩咐明天接见莫桑 众人离开之后白纸回到了房间里 太后问他有没有找到东西 白纸表示并没有 他心里也清楚申太妃用来保命的东西 不会轻易被找到 他是太后现在唯一可以信任的人 太后希望白纸一切小心 第二天莫桑带给太后的发簪得到了夸赞 对方谦虚地回话 表示这是他和邓随一点小心意 他是想要以太后为媒介增加首饰的销量 对方也想给他一些回礼 询问想不想要帮他指一桩轻事 莫桑因为担心自己要进宫而感到惶恐 很快又意识到太后是想要让他嫁给清河王 他如果顺势而为 太后就会顺利地让他嫁给他 如果表明自己想要入宫 说不定就可以进进宫半价 一时之间莫桑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刚想要开口却被白纸拉住 最终他跪倒在地上拒绝嫁人 太后当然不会同意 询问他对于清河王的看法怎么样 莫桑含糊其词 因为觉得他对清河王没有什么感情 太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他开始夸奖清河王的品德 莫桑打算以此相搏 不接受太后的旨意 但是听到太后说 他哥哥需要一个靠山之后 他意识到没有人保护 刘畅就会惨死 所以就接受了这一门婚事 太后为了让他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做事 还给了他一些考虑的时间 然后就让白纸送莫桑离开 他不甘自己重活一世 还是只能做别人的棋子 但也清楚这辈子他还要顾忌哥哥 他突然跪倒在地上 白纸不满他这么不喜欢嫁给清河王 他解释自己只是突然心计 白纸担心因为自己的阻止他会生气 他当然明白对方是在帮自己 实际上白纸这么做是因为有人交代他 他非常不满主子把他送到太后宫中 第一个传达的任务是为了别人 莫桑回应了一句 白纸不满他这样的态度 他强调清河王这样做冒着很大的风险 只是莫桑并不喜欢清河王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回应这一份感情 白纸不想继续跟他待在一起 让他自己一个人出宫 皇帝得知莫桑进宫见太后之后非常兴奋 冒着大雨直接冲了出去 清河王见到了走在雨中的莫桑 还没来得及叫住他的时候又见到了皇帝 皇帝询问太后叫他入宫的原因 他撒谎只是聊天 皇帝想要知道他到底想不想进宫 他认为自己不可以 但是皇帝想要知道他想不想 皇帝知道清河王也喜欢莫桑 所以才觉得必须要知道他自己的心意 他虽然只见过莫桑一次 但总有一种很久以前就见过面的感觉 眼看着他朝着皇帝的方向转了过去 皇帝也对着他伸出手 清河王最终决定只要他能够开心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有人在偷听 他想要看清楚到底是谁 一个宫女出来给三个人行礼 皇帝询问他为什么会躲在那个地方 那个宫女本来只不过是被太后派来阻止皇帝的 却没有想到眼前的情况会那么复杂 于是就谎称自己送去邓家和殷家 传指的太监出宫路过而已 几人都意识到了这份旨意是封皇后和妃子 皇上想要给莫桑的承诺 但是他却直接打断了他的话语 他明确地告诉了皇帝不想进入皇宫 皇帝十分落寞地接受了这个结果 他说是因为自己不想和最好的朋友 共用一个夫君 说完之后他的意识就变得有些模糊 眼见他就要昏倒 清河王赶紧把他扶住 邓府邓隋接到了圣旨 邓之不满只不过是一个贵人而已 邓夫人却让他不要乱说 他觉得自己的妹妹不适合待在皇宫里面 但是邓夫人却强调后宫里面 只有殷勤未分更高 邓家和殷家两家的关系不错 他本身也是出自殷家 所以觉得殷勤在皇宫里面会照顾邓隋 他还要求邓智要远离清河王 不要因为他的举止给妹妹惹麻烦 邓智觉得清河王是一个人才 但是邓夫人却觉得只不过是一个废太子 当初清河王是太子的时候 让他百般结交 现如今却变成了这个态度 邓智很不满意母亲这样的做法 殷府上殷勤正在和一些小姐们之骰子 很快宇玲就又一次输了游戏 要接受惩罚 她允许她用莫丧的一些把柄来代替惩罚 羽玲很快交代了在半年前 她性情大变的事情 但是却根本说不出原因 殷勤觉得她根本没有提供有用的消息 就在这个时候 丫鬟告诉殷勤让她去前面接纸 羽玲开始担心 要不要把那件事情告诉她 她害怕损毁意志的事情 会带来灭顶之灾 但是也害怕殷勤 最终决定先逃了再说 却在门口遇上了殷勤 她拦住不让她走 还十分骄傲地宣布 自己即将成为大汉的皇后 羽玲克改口叫她皇后娘娘 又假装自己还有事情 莫丧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伸手摸到了清河王的头 奇怪她为什么会在这里 然后就被告知这里是清河王府 又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变了 因为她的衣服都湿透了 清河王就让婢女帮她换掉了 跟她道谢之后就准备回去 却因为脚软的关系 直接栽在了清河王的怀抱里 她赶紧推开清河王 让她自重 她不满意这话 就算是心里喜欢莫丧 她也不可能故意做出这种事情 莫丧正打算解释 却又咳嗽了起来 尽管现在她感染了风寒 需要静养 但是其伤王和王妃 还在府上等着她回去 若是她不快些回去的话 恐怕要被找麻烦 清河王也只能派人 赶紧送她回到府上 她十分心疼 她是王府里面最不受宠的女子 哪怕如今生病也还有诸多顾忌 她希望莫丧放下心中的人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心愿达成 她却依旧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仿佛她还是在跟莫丧渐行渐远 皇帝在宫殿里面 看着面前的一大堆卷轴 感到十分无奈 她觉得这些作业太多了 清河王解释这些是奏折 心里却不满皇帝现在已经恢复如初 仿佛是根本不在意莫丧 皇帝痛苦地表示奏折和作业没有区别 清河王面上也假装那天的事情没有发生一样 防止跳入太后的圈套 皇帝要求她帮她完成作业 清河王以自己不是皇帝为由拒绝 皇帝怒吓她大胆 又表示只要清河王愿意帮忙就可以原谅她 但还是被拒绝了 皇帝不满地表示应该闹别扭的人是她 她因为太后的止婚心情很不好 突然想到清河王会不会也不开心太后的止婚 对方同意 皇帝觉得十分惊讶 她提出两个人交换彼此的妻子 用两个来换一个清河王并不吃亏 对方只能在心中暗自付费皇帝的小孩子心性 皇帝又十分光明磊落地承认了她对莫丧的喜欢 并且绝对不会放弃追求 这让清河王意识到 这让清河王意识到自己也应该努力追求 她奇怪皇帝拿出的一份圣旨里写了什么 对方解释太后想要 封都相侯一个在皇宫里面走动的官职 而她个人想要把这个官封的大一点 她觉得这样一来就可以让莫丧更加高兴 尽管被清河王吐槽这是以公谋私 但她依旧坚持这样做 看到清河王转身就走 她连忙问询 而她是要去宫外找莫丧 不能出宫的皇帝只能大叫阻止 清河王到了王府外面 被告知莫丧不在里面 她一大早就出去了 并且王府的下人支支吾吾不说她去哪了 清河王猜到了去处 跟下人道谢之后便离开了 几个下人连忙重申自己什么都没有说 书院里面刘刚正在要求莫丧 好好帮她完成夫子今天的作业 邓志刚好这个时候来找她 正准备叫她名字的时候 却听到了刘刚的声音 她叮嘱莫丧写的作业一定要超过邓志 这样明天的时候 她就可以被夫子表扬 她正说着 却发现面前的人已经不见了 到了远处之后 清河王停住了胯下的马 莫丧埋怨她这是在做什么 她让她从马上下来 她拒绝了她伸出的手自己跳了下来 她觉得今天对方的举动 对她的民节有很大的影响 对方不应该在众目睽睽之下 把她带走 但是清河王却觉得 带走一个书筒没什么 她只能接受 随即清河王又指了指一边的一匹汗血宝马 她想要把这个送给莫丧 做今天没有经过同意 就掳走她的道歉 莫丧觉得十分惊喜 她立刻过去跟汗血宝马亲近 清河王担心这匹马野性未除 却没有想到她和马相处得十分融洽 两个人骑着马一起奔驰了许久 看起来两个人似乎是平手 但是莫丧心里却很明白 这是因为清河王的谦让 她本来就绝对不可能赢过清河王 清河王尴尬自己的弄巧成桌 在天空之下张开双臂感受天地 她很感激清河王让她度过了如此开心的一天 王爷想要知道她理想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她说想要很多很多钱 还想要很多权利 然后又问清河王还想不想要娶她 毕竟曾经有她客死了自己母亲的传言 说不定有一天她也会渴清河王 但是对方却一把把她抱到了怀里 并且告诉她为何不敢 清河王觉得能够娶她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她也会尽力让莫丧幸福 但是她觉得只有自己能给自己幸福 她要自己把握命运 就是这种要强让清河王觉得心疼 她递给了莫丧一份东西 后者奇怪地打开一看 发现这是一份和离书 她很诧异 清河王解释自己知道自己并不满意嫁给她 莫丧其实并不是不希望嫁给她 她只是不希望受人摆布的感觉罢了 她还是把没有日期的和离书给了莫丧 把选择自由的权利交给了她自己 莫丧不知道清河王 居然如此懂得她内心的想法 而对方进一步让她明白 无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王爷永远会是她的退路 牵着马回去的路上 清河王问她准备怎么处理这匹马 她担心这匹马太珍贵而引起轩人大波 王爷就决定把这个当做聘礼 但是她担心这样做太高调 会打破清河王一直以来的韬光养晦 她却坚持给对方一个风光的婚礼 然而这场婚礼 在莫丧眼里不过是暂时的 她让对方离开了之后 清河王又派了阿生在她的身边保护她 下人赶紧通报莫丧回来了 其伤亡一开始就让她跪下 因为刘刚告诉她自己当街和男子搂搂抱抱 她强调清河王的身份 王妃讽刺她不过是一个废太子 但是对于她来说 嫁给清河王跟身份没有关系 刘畅为她即将要嫁给自己喜欢的人而开心 莫丧脸红 她意识到之前王府里面在谈论她的婚事 想要借这个机会来离开王府 莫丧父亲让她以后不能私下见清河王 她大胆表示父亲是想把自己婚事搅黄 父亲责怪她不知廉耻 她却表示自己并不是不知廉耻 是要逃离这个家 父亲文言大怒 表示她要走自己也不会挽留 甚至会跟她断绝父女关系 独香侯担心妹妹 试图说服父亲收回这个决定 她认为妹妹一个人在外 根本没法好好生活 语人却表示有她这个哥哥 她怎么会生活不下去 父亲暴怒让她也一起滚出王府 就在这时有圣之道 让父亲和哥哥去接纸 语人笑着表示 他们以后要飞黄腾达了 莫丧却心中难过 就差一点点她就成功逃出魔窟了 语人厄于奉承 让他们别忘了自己弟弟妹妹 弟弟却表示这是因为 莫丧嫁给废太子 太后给他们的补偿 她反唇相击 虽然自己没有给她带来什么 不过还有语灵吗 后者却大怒表示 她是要进宫当妃子的 文言王妃王爷都让她闭嘴 她也反应过来 原来他们早就给语灵铺好路了 她想知道更多信息 于是故意激怒语灵 她表示被选入宫的只有两个人 邓姑娘和殷姑娘 她怎么可能进宫 语灵大怒说出实情 他们早就让殷姑娘同意了什么 她很快就会大难临头 她吃了一惊 雨灵明显话里有话 不过她发现王妃既不置之雨灵的话 父亲也没说什么 或许是她多想了 客栈面前 小二隐莫丧入内 里面的人原来是邓公子 对方奇怪 她一个书童 怎么敢约自己前来 她却让自己坐下 打算慢慢说 经聊天男人得知她 明面上是刘刚的书童 实际上是确实刘畅的人 并询问她来找自己 是不是想要自己跟她一起坑刘刚 莫桑却表示只是自保而已 然而男人却拒绝了 因为她不喜欢被利用 而且她还隐瞒自己是女人的身份 莫桑惊讶她怎么知道的 对方却表示自己认识的女人太多了 而且她认为刘畅做这些事 应该不只是为了捉弄她的弟弟 她帮她需要承担风险 不过刘畅要是把她送给自己 说到这男人却停顿了 莫桑以为不同意 男人却表示她跟刘畅不熟 不愿意插手别人的家务事 莫桑只好把都香侯送她的礼物献上 希望她会回心转意 然而男人却认为以她的家底 拿不出能令自己看得上眼的东西 然而当她看到里面的赤销剑时 她愣住了 激动地拿起来看了又看 她看得出这是真的赤销剑 好奇他们是怎么拿到的 原来数日前 清河王给莫桑送了一个铁疙瘩过来 他表示这些东西他可以随意处置 清家和下人贴心告诉他们 邓家公子唯一爱好收集铁器 外面 清河王和下人一前一后走着 仆人想不明白他跟邓公子关系那么好 为什么不直接送 他表示不想被人说自己重色轻友 仆人小声嘟囔他就是 客栈里 邓家公子想要确定 他是不是真的愿意把剑给自己 他说这情况自己想要也拿不回来了 他心想邓陆平时看起来挺成熟 怎么今天像个小孩子一样 邓陆听到这拿了剑 头也不回地跑了 跑之前让他等自己好消息 生怕他反悔要回宝剑 书院里 邓家公子光鲜亮丽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一副贵公子打扮 惹得其他人频频侧目 令众人频频惊叹他身上衣物 特别是那的香囊 花样布料都是一等一的 邓家公子说 自己全身上下价值一百两黄金 突然看见刘刚 邓家公子嘲讽他长像猪一样 还不会收拾自己 莫桑经过刘刚身边 却突然被抓住手腕 回头一看原来是清河王 原来他对锦囊的事情很在意 所以来问问他 莫桑解释邓家公子的香囊 别人绣的他不满意 就只能自己绣了 他解释自己只是借给邓家公子 等拿回来会送给王爷的 清河王却表示 要他绣一个新的给自己 习王府内 刘刚暗自大骂他们针对自己 等有一天他一定会教训 这些曾经欺负过他的人 莫桑心想 他是只会说大话的懦夫 这时他凶神恶煞走进雨林的房间 他惊讶哥哥怎么会来 对方开门见山恶狠狠问他要钱 女人表示自己没有钱了 因为母亲偏心他 已经把莫桑那份钱给他了 刘刚便抢走他的首饰盒 他表示坚决不同意 毕竟这是他面圣时要带的 男人将他推倒强硬拿走 他认为殷勤既然答应举见妹妹 那么他穿什么都无所谓了 两兄妹吵了起来 此时莫桑正在外面听两人吵架 他却认为女人是在做梦 毕竟前一世殷勤恨不得整个后宫 只有他一个人 又怎么可能会让其他女人 过来跟自己争宠 殷勤是给雨林画饼 那么雨林又答应他什么 瑞云芳内 黄仪男人让店家把所有好东西拿出来 他面前是一百两黄金 莫桑惊讶他居然这么快能凑到 邓家公子解释刘刚 是在外面借了高利贷 莫桑嘲笑他的爹娘 将希望寄予这种人 邓家公子惊讶他一个小仆人 居然也敢背后编排主子 不过邓家公子没起疑心 此时他心中也打着算盘 他认为眼前这女人身上一定有不少秘密 他想让莫桑放松警惕 就询问他打算怎么谢自己 他才反应过来原来是他让刘刚染上高利贷 他表示自己只是小丫头 谢子不敢当 公子却表示他不可能是一个普通小私 因为他帮刘刚作弊 而普通小私不可能有这种学识 他扯开话题表示是主子交的 还让他归还衣物 毕竟都是他自己绣的 不好意思给别人穿 邓家公子表示可以还 但他缺少下人更衣 让他过来帮自己 莫桑提醒他 他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邓家公子却忽然抓住了他的手 他原本只是想逗逗他 却发现这种感觉异常美好 莫桑气恼这男人居然想轻薄自己 男人却让他乖乖的 免得惊扰了外面的刘刚 随即便想轻上去 谁知一把刀从两人中间穿了过去 邓家公子将刀拿起 随即反应过来什么 问他跟清河王是什么关系 此时刘刚走了过来 原来他听到了一些声音 觉得奇怪 于是想过来看看情况 莫桑大吃一惊 他绝对不能让刘刚看到他在这 他过来打开帘子 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外面两人一前一后走着 邓家公子对刚才的问题不依不饶 他非常好奇莫桑的身份 他认为没必要回答 并且表示公子怎么想的与他无关 他们只需要对付刘刚就行 邓家公子表示一个月后 放贷人就会找上刘刚 他一个堂堂侯府子孙 才不会倒贴一个小丫头 两人分到扬镳之后 莫桑又遇到清河王 两人进了客栈 他询问他最近在做什么 莫桑表示他明知故问 毕竟他有派人跟踪自己 清河王跟他道歉 自己只是担心他 他心下惊讶 以他这样的孤高身份居然对自己道歉 加上那份和离书 莫桑心中敬他坦诚 于是便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 他认为雨林和殷勤 也许在密谋一些什么事 他打算先下手为强 清河王表示自己会派人 帮他打探这两家的关系 让他等着自己的消息即可 莫桑表示感谢 清河王却表示他们之间 不用这么客气 几日后书院外 众人发现刘刚没来 邓家公子表示他去外面炫耀新衣服了 师父大怒 随即让人去找 刘刚让莫桑给他想办法去书院 毕竟前面有放贷的堵塌 他表示自己引开那些人 过去之后却告诉那些人 刘刚在那边 那些人追上去 随即刘刚被一群人围殴 邓家公子感慨真可怜 莫桑却认为他是罪有应得 他疑惑他这么恨刘刚 莫非刘刚曾经强迫他 他表示他是自己的亲弟弟 等他反应过来 自己将真心话说出来之后 他整个人僵住了 随即他便找理由离开 雨林回到王府 发现门外围着一堆人 他心想等自己在皇上面前得宠之后 一定不会让殷勤看不起自己 门口的人询问雨林是谁 他表示自己是王府之女 众人一听怒火中烧 毕竟欠钱的就是他的哥哥 此时齐王走出来让他们赶紧滚 否则就上报皇上知他们的罪 放贷人却不依不饶 表示哪怕是王爷也不能欠钱不还 树下丫鬟感慨莫桑心地善良 居然主动告诉王爷 让他来替雨林解围 莫桑表示自己可不是帮他 丫鬟表示他比以前温柔了很多 可能是要嫁人的缘故 两人正打闹王爷突然从身后出来 责怪两人在这种时候还幸灾乐祸 莫桑表示他们是一家人 为什么会把自己往幸灾乐祸那边想 难不成做了太多亏心事心虚 王爷大骂刘刚欠下高利贷 他表示是莫桑怂恿他的 王妃不满地数落莫桑 他知道自己解释他们也不会信 于是便主动承认是自己怂恿 他告诉刘刚先进衣裳后进人 毕竟母亲把所有钱都给他了 让他多收拾收拾自己 王妃和王爷闻言大怒 他表示这个家既然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 那么他要分家 王爷拒绝表示自己还活着 为什么要分家 他却嘲讽齐商王虽然还活着 却跟死了没有区别 王爷大怒骂他畜生 随即要对他动手 男子将他护住帮他求情 王爷不为所动 他只好拿出清河王来压他 齐商王表示不管莫桑嫁给谁 他都是自己的女儿 都能打 此时刘刚在旁边煽风点火 让王爷打死莫桑 王爷叫人过来给莫桑执行家法 他早就猜到今天事情不会这么顺利 自己早就留了后手 都相侯表示王爷要是敢打妹妹 那么自己就不认他这个父亲 王爷依旧不为所动 依旧要打 他一声令下 此时外面有人通报邓公子来访 王妃一听这话大喜 毕竟邓家是当时有权有势的大家 而且邓家公子还一表人才 甚至跟雨林同一个年纪 王爷却一头雾水 他跟邓家没有来往 邓家这时为什么会突然过来 但他还是让家谱不要走 随即赶了过去 此时莫桑哥哥过来帮他 把身上的绳子给解开 此时刘刚去过来阻止 并告诉他们父亲 没答应给莫桑解绑 都相侯子直接将刘刚 一把推倒在地 并表示谁要是伤害他妹妹 他绝对不饶 莫桑心想 哥哥终于鼓起勇气反抗了 王妃见他把自己儿子推倒 大怒表示他们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莫桑却表示自己怎么可能这么想 他还害怕他们说自己不笑 随即他让其他人出去 他有话对王妃讲 等其他人离开之后 他直接开门见山 他认为反正已经撕破脸了 那么就没必要再装下去了 王妃却表示都是一家人 有话好好说 莫桑表示他要分家 想让王妃帮忙 王妃委婉拒绝 然而他却表示 只要王妃肯帮自己 那么刘刚欠下的所有债务 他会替还 王妃这听到这话大喜 刘刚也欢呼雀跃 让母亲赶紧同意 不然他就要被放贷地打死了 王妃满腹疑问 他怎么会突然有这么多钱 对这些钱动了心思 想要莫桑一次性 把这些钱给吐干净 于是便问他钱从何而来 他表示这是他要跟清和王结婚 王妃好奇 难道这些钱是聘礼 他很快反应过来 要是让王妃知道 那么他们肯定不会把自己放出来 于是他撒谎说 清和王家非常清贫 这笔钱是他的外祖父 听说他要嫁人 怕他过去吃苦 于是加了一份嫁妆 王妃心想 这是确实真是可信 毕竟清和王是废太子 没有什么钱 等他嫁过去之后 不仅要吃苦 还会成为王府的累赘 于是王妃询问他嫁妆去处 莫桑撒谎 嫁妆这几天就到 王妃询问他那份嫁妆有多少 他表示有七八十两黄金 后者听后大喜随即更贪心 表示让他跟自己祖父说说好话 毕竟要一百五十两黄金 才能替他弟弟渡过难关 男人为他打抱不平 这可是他外祖父给他的嫁妆 怎么能随便给人 莫桑不为所动 只要他跟外祖父说说 他一定会同意 王妃反应过来 他们是铁了心要离开 毕竟都乡猴人是嫡子 他在王府总归对自己儿子不太好 但他还是不打算 就这么把他们放了 怎么也要拖他们几天 此时王爷从外面回来 让他们去闭门私过 他们走了之后 王妃问邓公子来这里 所为何事 王爷表示 他想要他们把莫桑嫁给他 他一听表示不同意 这婚事是太后一旨 怎么能后悔 王爷表示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只不过那人有几句话 让他很在意 那人告诉他从古至今 废太子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他们跟废太子联姻 也许会给自己家带来什么祸端 王妃却表示 王府不只有莫桑一个女儿 邓公子从齐商王府走出来 他在路过一个小巷子 清河王询问他和齐商王的情况 他表示已经转述给了齐商王 并且对方完完全全相信了 邓公子表示清河王这样做 完全是将自己陷入更糟糕的地步 毕竟京都的人对他的评价就低 他表示自己不在乎 邓公子听哪便觉得自己不该再多管闲事 表示自己不能白跑腿 随即向清河王提要求 他表示自己也喜欢莫桑 两人之间应该公平竞争 清河王却不以为然 他表示他和莫桑是太后赐婚 邓公子却表示清河王 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如今清河王名声不好加上 自己家对京都的影响力 未尝不能让太后改变主意 清河王表示两个人是朋友 应该让让自己 邓公子无语 他厚脸皮 他又表示这种事情应该问莫桑 而不是问自己 邓公子还以为清河王同意了 没想到他又说这种话 是对自己和莫桑的羞辱 他不是误见 他的去留应该由自己做决定 邓公子被惊讶住连忙表示 自己是一时情迷 他又把目标投向了莫桑 询问其是否有兄弟姐妹 清河王表示他有一个妹妹 过几日自己 可以在太后寿宴时帮他求取 皇宫内太后寿宴时 雨林颤颤巍巍地坐在席位上 他看见了不远处的殷勤 心里想着要不要现在站出来认罪 内心里还想着再等等 却没注意自己的身体 以至于发生了很大的动静 吸引很多人目光 他被一旁的王妃警告 居然敢在太后面前失忆 于是乎就被王妃带着 跪到了大厅的中央 向太后请罪 太后表示无妨 王妃子正准备带雨林回去坐下 没想到雨林居然没有动 反而开口认罪 她表示自己破坏了太后的意志 众人都震惊 雨林却又表示 自己说错了话是姐姐 殷勤却觉得对方坏事 现场的氛围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太后更是眼也不眨地盯着雨林 她质问对方 是不是因为莫桑和她争夺圣旨 才导致的损坏 雨林承认 有人反问她一会儿说是自己 一会儿又说是莫桑 是不是被磨愣住了 太后也在心里想事情 闹到大庭广众之下 表面上也要处罚一下 她便表示要罚莫桑在家禁足 雨林却反应大 她认为这可不是小事 应该从众处罚 莫桑也表示自己知道破坏了圣旨 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她也希望太后娘娘 给自己一个自便的机会 太后娘娘同意 她表示这是诬陷 太后心里却想 自己难道看不出来吗 她不过是要顾及他们家的颜面 她表示自己 从未有意无意地破坏圣旨 一旁的老妇人 却心里嘲笑她太自信 自己已经准备了人证物证 于是便在一旁天火浇油 就把圣旨拿出来瞧瞧 反正到时候人证物证都有 太后也无法包庇莫桑 一旁的王妃却有些担心 雨林和王府到时候难逃罪责 毕竟到时候圣旨拿出来 却发现是莫桑的手艺 更是罪佳一等 于是她也想到了把罪证 全部都推给莫桑 来逃避责任的想法 其伤亡王府内 刘刚正疑惑 刚刚是不是有脑飞过 没想到却是清和王 潜入王府当中拿到了圣旨 她刚刚打开仔细查看 却听到门外的动静 一个侍女正被一个侍卫领着 正朝这里走来 那个侍女正是想要拿圣旨 却没想到圣旨却被破坏了 莫桑和王妃都相当震惊 原来清和王拿到圣旨后 就将棋直接撕成了两半 这样便无法证明 莫桑修补过圣旨 而雨林的话便也没有人相信 回到现在 殷勤心里却想着 圣旨是在齐山王府内被破坏的 和莫桑也脱不了关系 至于雨林这样的棋子 要多少有多少 莫桑却表示 自己不是不认爹娘 而是自己和刘畅 已经被赶出王府 王妃自打入王府以后 便不待见自己和她 于是就有人猜测 是王妃苛待嫡子嫡女 王妃立刻反驳 她却表示 白纸黑字 又不是自己按着王妃 和王爷的手写的 难道还能有假 回顾数日前的齐山王府内 她拿出黄金表示 自己凑不出再多 王妃表示 既然她拿来了钱财 自己也不能够不守信 她看着到手的文书 果然给的是 断绝关系的文书 而不是分家文书 可恰恰现在自己需要的 就是这个分家文书 回到殿内 王妃此刻 已经明白了当时的事情 太后心里却想 一个一个的 都算寄到哀家的头上了 就让让莫桑和刘畅 重回王府 对王妃 身吃一番小城大剑 却没想到 这时候申太妃却来了 她看着跪着的王妃 询问魏的 是不是丽后的事 众人正疑惑 申太妃却表示 是王妃上次让自己帮忙 让丽侯席绝的事 太后没想到 她居然向申太妃请求 这简直是将自己 不放在眼里 于是乎 她宣布到 将其商王剥夺爵位 贬为庶名 雨林殿前 施宜剥夺温主名号 贬为庶名 莫桑保留温主之位 雨林没想到 居然是这样的结果 不由地流下泪来 说完了这一切 太后又问到 殷夫人是否还满意 殷夫人自然奉承 心里不由的感慨 收拾不了莫桑了 雨林向殷姑娘求情 后者表示 太后意志无能为力 事情告一段落 太后也表示 自己累了要回去休息 让众人自行散去 莫桑来到湖边 没想到申太妃居然也来了 她连忙向申太妃行礼 没想到对方却说 她刚刚赢了 为什么不高兴 自己帮了她 为什么不感谢自己 她装傻表示自己 一无所知 申太妃也不再自讨没趣 表示自己是受人者所托 她刚想叫出人的名字 却被申太妃 表示两人 让自己想到了先帝 所以时至今日 太后仍然咽不下那口气 她表示 既然皇上爱你 为什么你却不是皇后 申太妃沉默 她询问自己 是否说错了话 申太妃表示 只是被她的大胆惊讶 莫桑表示谬赞了 对方解释皇帝更爱自己的两个孩子 她陷入沉思 申太妃直接表示 她帮自己 那么就告诉她全部的事情 后者拒绝 申太妃表示 太后那也不是好去处 想起自己 要不是让清河王 让自己修补痕迹 自己今日也难辞其咎 于是乎莫桑就借口离开 申太妃剑拉拢不成 于是便威胁 却再次遭受了她的拒绝 她出了宫后 便和清河王聚在了一块 来到齐山王府门口 清河王看着一家子死皮赖脸 在门口还不肯走的样子 她问莫桑看到这一幕 不觉得畅快吗 对方承认畅快 她还表示之前皇帝说 让自己的父亲席绝 她发现皇帝从未懂他 而自己也看不透皇帝 清河王沉默 她却突然问他 觉得自己恶毒吗 她表示两人是同道中人 不过流畅却不明白 到了夜里 哥哥准备偷偷跑出去 被莫桑叫住 她询问哥哥去干什么 哥哥解释自己出去赏月 莫桑表示 今日天空中不会有月亮 她回答不出来 莫桑帮她开了口 表示她是去看齐山王等人 并且他们已经不是王爷 而是庶人 她解释他们终究是亲人 莫桑却否认 并表示是他们害死了母亲 她反驳是很久之前的事 让莫桑不要再纠结 她却表示自己没弄死他们 就已经很好了 她忽然意识到 父亲被夺绝是她的计划 她也大胆承认 她表示 赵氏母子三人的痛苦 才刚刚开始 哥哥恼羞成怒 给了莫桑一巴掌 并表示母亲在世 一定不止于她的行为 她却表示 哥哥对他们的照拂 才是母亲不希望看到的 她忽然自责 是自己没有管好莫桑 后者表示 管教自己的人不少 曾经的齐山王和赵氏 又想要管教自己 刘畅表示 自己有责任可以管教她 并且要将她禁足一个月 可是却不由地改口成了一周 她答应 却表示救济的钱 是自己赚的 哥哥便也表示 自己会想办法 两人分道扬镳 皇宫内 楼大将军想要拜见太后 却被侍女阻拦 表示需要禀报 楼大将军恼羞成怒 侍女连忙表示不需要 不过都相侯此刻 正在和她以后交谈 其他人都不召见 楼大将军思考起来 询问都相侯 是不是会经常过来 侍女回答是 楼大将军不由地想起 她在朝廷上都敢顶撞自己 要是八戒上了太后 岂不更嚣张 她思量再三后决定 次日再来拜访太后 都相侯刚刚出了太后宫殿 她心里想着 让父亲复职的事情 要慢慢来 不过她可以为弟弟 找一个职位 这样想着 她居然碰到了陈内侍 没想到陈内侍扭扭捏捏 她有些疑惑 陈内侍慌慌张张地跑开 她找到了一个太后宫里的宫女 表示楼大将军 希望她能够想办法 让太后疏远都相侯 宫女有些疑惑 为什么她不直接和自己说 毕竟她刚刚才来太后宫中 陈内侍指责宫女 简直一想天开 要是楼大将军是外臣 而她是宫中人 两人见面会带来麻烦 宫女却说 将军是太后的弟弟 没有人敢乱说 更何况将军表示 会给自己一个名分 陈内侍又劝解到太后 还不知道两人的关系 要是都知道了 宫女还怎么为她做事 宫女只能暂时妥协 并表示太后并不太相信自己 陈内侍只能表示 做不做由宫女 说完就匆匆忙忙离开了 刘畅来到赵氏几人 目前居住的地方 她已经想好了 为弟弟谋一个怎样的出路 她希望弟弟参军 没想到弟弟却表示 刘畅是在折磨自己 赵氏也表示 弟弟没有吃过苦 刘畅说 世家也会送自己的孩子 去参军 弟弟表示 对方是在害他 毕竟之前欺负过自己的人 就在参军 自己过去 岂不是找人欺负自己 赵氏也在劝刘畅放弃 最终他只能让弟弟 好好读书 这样也会有好前途 弟弟说不去 父亲也插了嘴 表示弟弟已经去不了 刘畅询问了一句 没想到却引来父亲的训斥 说他太过大声 是不尊重自己 他连忙道歉 父亲又问到莫桑 为什么不来看自己 他找借口 表示对方生病了 雨林在一旁添油加醋 赵氏也表示 虽然莫桑记恨他们 可父亲也是他的父亲 言语之间 竟是对他不闻不问的诋毁 刘畅虽然觉得 他做事情有些过了 却也不希望 听到他们说他的坏话 于是乎他便告辞了 没想到他刚到家门口 就看见莫桑出来 他并不遵守自己的要求 清河王表示 是自己请莫桑看荷花 他对清河王行礼 在听了清河王的解释后 他表示两人已有婚约 在大婚之前 见面十分不妥 他好不容易凑齐 父亲所需要的钱财 连忙往他所居住的地方送去 他想着 只要表示这堆钱 才是莫桑送的 能缓妇女关系 奈何他却没有发现一个下人 于是便更加快步地走进屋子 却没想到在门口 听到屋内的讨论声 赵氏正劝父亲低声下气些 父亲反驳 自己是父亲 怎么能够在儿子面前低头 赵氏却表示 只要把他拉拢过来 不怕莫桑不服软 要是能够让他来 和他们一起住 就更能体现的 莫桑是个不孝不地的人 他突然意识到了 赵氏挤人的真面目 于是便带着钱财离开了 信哥停在树上 清河王看见了 于是便招了招手 信哥来到了他的手臂上 看了看船的消息 便告诉莫桑事情成了 独乡猴已经知道了 那几个人的真面目 他却表示 自己回去后就知道了 为什么清河王如此着急 要飞鸽传书 王爷表示 如果自己不那么做 怕是他没有心情游胡 并且自己也不希望他不开心 他不由地红了脸 清河王询问他 是否觉得自己 对未来的岳父太过很多 他表示 齐山王不是自己的父亲 于是乎清河王又换了一个问法 那算计自己的小舅子 是否不够地道 他反驳 那不是清河王的小舅子 他表示自己要回去了 却没想到 激起一片水花 他差点要落落到水中 被清河王拉住拉了回去 却没想到 害得他落到湖中 莫桑有些焦急地呼喊 企图知道他落到了哪里 最终清河王浮出水面 他才松了一口气 这池水并不深 他表示既然如此 自己就不能谢王爷救命之恩 而只能谢他不死之恩了 清河王说不用谢他 也是在帮自己 莫桑疑惑地问为什么 王爷表示 如果自己让他湿透了 那么下一次自己的小舅子 就不会再让自己和他出来 他觉得自己说什么 清河王都有话接 并让清河王赶紧上来 他表示自己先不上来 要是上来两人 就只能用手滑水了 不如自己在水里推 刚才清河王不回应自己 并不是在吓自己 而是在找船桨 听了他的话 莫桑还是决定让他上来 湖中淤泥太多 他会有威胁 对方却表示 这样很有可能导致船失去平衡 两个人都掉入水中 最终他拗不过王爷 到了夜晚 他才回到家中 看见了等候已久的刘哥哥 哥哥表示是给他买的 他问到究竟是给自己买的 还是别人不要的 哥哥不由地红了脸 他想着还是给哥哥台阶下 于是便提及小时候的事 哥哥表示他没有小时候那么好哄 一周以后 莫桑突然生病 他吩咐侍女把窗打开 透透气 并去回邓姑娘自己不能去 侍女答应后离开 门被打开 有人询问是否说完了 没想到居然是清禾王 他说非礼物事 王爷不应该随意进女子闺房 清禾王关心他 他却声音红亮 让清禾王放下心来 他说自己在门外等他 侍女这时候遇到了清禾王 他欲言幼稚 他看出了他的所想 表示自己只是关心莫桑 侍女不由为此感动 想来清禾王是真的关心莫桑 莫桑打扮成男装 清禾王疑惑 他表示这样方便些 王爷说正好去那里 要男装才行 两人来到了清禾 听着花魁的奏乐 莫桑说 怎么能带自己 未婚妻来清禾 清禾王表示 自己不过是希望和他一起 他注意到桌子上的糕点 是自己喜欢吃的 表示正思考 要不要开一家点心铺子 王爷说 如果这样 两人又要打赌了 他表示震惊 问自己喜欢吃的那家糕点 是不是王爷开的 王爷说如果让他嫁过来吃苦 那还不如不嫁 他表示清禾王不简单 王爷说也有困难的时候 不过现在都好了 这时候 花魁弹完了曲子 来到两人面前 询问莫桑身份 他表示自己是都香侯 花魁拆穿 他是女子的身份 他道明身份 花魁觉得 他并不喜欢王爷 而是喜欢天子 清禾王对他的言语无语 让他闭嘴 他表示自己和花魁 并无过节 对方如此说 想来是喜欢清禾王 花魁否认 表示自己只是对他 有敬爱之情 请求莫桑能容忍下自己 他只是想陪伴在清禾王身边 清禾王让花魁闭嘴 他莫桑让他自己做决定 他表示自己不愿意 花魁不甘心 却最终被请出去 莫桑不需要婚约 自己也会喜欢王爷 好